第32題,小明做電學實驗室,安培劑指針偏轉情形如右圖 其中導線鉀連接正極端子A,導線矢連接負極端子D 為了要得到更精確的讀數且不損害安培劑 則他應該將夾以兩導線改以下列核種方式連接 安培劑的使用第一步驟是歸零,第二步驟是要正確的連接 安培劑要串聯同時正接正負接負 然後由最大檔位開始做,然後依入下降到指針偏轉最大又不超過為止 所以我們要正接正負接負,從圖上看來我們的椅就是要接株沒有問題 那麼鉀就有不同的檔位可以挑選 那我們在接3安培的時候讀圖的讀數 那麼他大概在200毫安到300毫安之間 所以我們可以下降到600毫安 就可以指針偏轉最大又不超過 所以我們的鉀應該要改接到B 所以第32題問我們說 則他應該將夾以兩導線改以下列核種連接方式 我們答案選的是B,導線鉀接B端子,導線椅接核端子 列車就在旁邊 就開始按下列車 按下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